大家好,我是顾女熊博士,2020年特斯拉股票飞涨,把马斯克送上了世界第二富翁的位置 但股票的PE值也有1400,身边重仓特斯拉的朋友都赚翻了 很多人看好特斯拉,正面观点就是电动车是未来 特斯拉有别的公司没有的软件和电池管理 而且特斯拉之前的短板就是生产 但现在有了上海超级工厂就像苹果有了富士康 股价在2021年再翻一倍,不在话下 负面观点则说苹果有很强的技术堡垒,特斯拉并没有 而且算上上海超级工厂买富和生产 特斯拉一年也只有110万辆的产量 要配得上目前的股价,必须要年产2000万辆 而全球第一的丰田也只卖1100万辆 特斯拉是个好公司吗?我都糊涂了